大家好,我是顾君 今天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 索尼最新的35F1.4G Master 这支镜头两个月之前发布的 上个月本来已经要发货了 我都准备要拿到镜头了 但是因为一些品控的问题 它又召回了 然后这个月又重新发货了 但是总体来说 这支镜头应该是你目前能买到的 所有的35定胶里面 应该是画质最好的一支镜头了 那如果你追求的是一个画质极好的35定胶 而且你有刚好是索尼用户的话 好吧,这支镜头你就买它就好了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好,没有那么快 还没讲缺点,对不对 还没讲缺点 但我觉得这支镜头 就以它的售价来说 1万块钱左右 1万出头的售价来说 我觉得真的是算是比较良心了 当然你可能跟比如说35F1.8 或者35F2之类的比 它价格要高出一大截 但本来1.4的镜头 就跟1.8的镜头 或者F2的镜头 本来就不是一回事 这个就跟你买车一样 就是你买一个8缸的骑车 跟你买个4缸的骑车 本身就不一回事 好吧,或者是跟你交朋友一样 你交一个比如说600块钱一碗的 跟3000块钱一碗的 就本来就不是同一类的朋友 好吧,那这支镜头老实说 就不是没有缺点 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好吧,我总结了一下 大概有三类人 我觉得不是那么的适合 购买这支镜头 那第一个呢 就是比如说 你不太喜欢35F这个焦段 或者是你比较抗拒35F这个焦段 你比较喜欢50F左右的这个焦段 好吧,就这类人 我觉得可能35F定交 对你来说不是那么有吸引力 那第二类人呢 就是你不太愿意花 就是1万块钱购买一支镜头 因为老说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花 1万块钱买一支镜头的 不管他的画质有多好 大部分如果你只是偶尔玩玩 或者就是就是业余随便拍一下什么的 有大把的更便宜的镜头可以选择 那第三类人呢 就是属于前面两类人 但是他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前面两类人 然后就是比较想找一些镜头的缺点 然后给自己找个借口说 哎,这个镜头不行啊 好吧 那我帮第三类人呢 已经找好了一些镜头的缺点 接下来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这个镜头的缺点 这个镜头的缺点 这个是打雷的声音 好吧 这个并不是任何的特效 音效 也不是任何的噪音 这个就是一个超长的打雷 好吧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视频是在家里录制的 我们家 不是我们家这里 我这里已经下雨下了三天 好像接下来的七天都是下雨天 好吧 希望下一个视频我们不是在家里录的 好吧 家里录 那第一个缺点就是 他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呼吸效应 好吧 严重到网上给大家 大家给他写个绰号叫 35到40 F1.4 G Master 的确严重 好吧 就是如果你要是光盯着呼吸效应看的话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极其严重的呼吸效应的镜头 但是说句良心话 就真的有拍照的人会在意你的镜头是有没有呼吸效应吗 就是你是拍照的你会在意这个东西吗 那如果你即使跟我一样又拍照又拍视频 有多少次你是有事没事需要把这个对焦从最近对到最远 就是拍摄一些极端情况下的状态很少很少 我觉得对于摄影镜头来说 对于自动对焦的镜头来说 这个它是缺陷 但不是一个大家觉得那么重要的缺陷 听上去更像是我刚才说的第三类人 就是他不愿意花一万块钱购买一支镜头 但是他也不愿意承认 所以他找一些缺点 好吧 anyway 那这个就是我说的第一个非常非常就是网上讨论的非常多的一个缺点 那第二个缺点就是我个人觉得讨论好像没有那么多 但是它确实是不是一支完美的镜头 第二缺点就是它有些色散 光圈看到F1.4的时候你还是能看到一些色散的 我觉得问题 当然我家这边现在天天在下雨 所以我也没有那些极端的情况可以给大家测试 但是我在拍摄样片的时候 我找了一些有一些色散的 是有的 但我觉得没有那么的严重 好吧 我觉得可以接受的色散 而且色散老师在后期的时候非常容易进行调整 那如果你是日常拍摄的话 我觉得这样一点点色散呢 不会给你的这个画面造成任何严重的影响 而且后期非常容易进行消除 那第三个 我个人在测试的时候我发现它的这个畸变还是有一些明显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让我在实际的使用当中 我是可能不会感感觉到这样的畸变的存在的 因为大部分情况下你购买一支定胶 你不可能拍一个完全是平面的一个一堵墙的样子 那这个基本上是我能找到的所有的缺点 那接下来我说一下优点了 优点就实在是那可真的是太多了 好吧 就是第一个你看到这个体积大小真的我觉得是好吧 属于能够让你一手掌握的镜头 如果你把它帽子脱了的话 它基本上就是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巧的体积 那外形做工基本上跟所有的G-Master一模一样 有这个光圈环 然后有一个这个click的on and off的这个开关 然后在这边有个手动自动的这个开关 然后在这边呢有个自定义按键 然后这个光圈环一如既往的手感非常不错 然后前面这个手动对焦 虽然跟其他G-Master一样都是focus by wire的 但是手感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顺滑的 同时防尘防雨滴体积控制的不错的情况下 包括这个前面的这个口径都是我最喜欢的 我觉得最通用最好用的这个67毫米的这个口径 好吧 就是我说过很多次在在无反微单年代67就相当于以前单反年代的77 应该是最好用最通用的这么一个滤镜口径了 所以就是外形上面看上去就是最大的优点 就又轻又便携又小巧就是好吧 就是我觉得真的不错 同时好吧最重要的一个优点 当然就是它的这个画质了 那1.4好吧 就是作为这样的大光圈好处 当然就是虚化多 然后近光多 所以就是你可以产生那么多虚化 然后你可以在更弱光的情况下进行使用 同时它光圈全开的时候 这个锐度不得了啊 这个锐度真的画质超级超级的夸张 那我为了做这个对比呢 我其实有买啊 就是如果你要是没有概念这个35 f1.4 35 G-Master有多大呢 就是我左手边这个是 大家都知道超级超级小巧便携的 这个241.4 G-Master 这边是35这边是24 你可以看到35比24大出了一点一点一点点 就是真的是差不了太多好吧 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小巧的这么一个体积了 然后也很轻 然后口径滤镜口径也是一模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24的这个遮光照 跟这个35的遮光照呢 略有不同好吧 很多人我知道比较喜欢这个样子遮光照 但我觉得这个也OK 好 那我为了我为了测试一下 就是这个35G-Master 因为我个人毕竟不是35的好吧 就常客 所以我其实家里没有35的定交的镜头 那我专门买了一支这个 试马的F1.2的这个35定交 就是也是索尼口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体积差别吗 这个体积真的差别实在太大了 就是重量也差很多 当然这支镜头好不好 光圈是F1.2的 而这支呢最大光圈是F1.4的 那作为试马来说 这支镜头的画质本身就非常了得 但是跟这个1.4的G-Master一比以后呢好吧 依然是G-Master获胜了 那尽管它有着更大的光圈 但是它的体积跟重量都比较的夸张 而这个35 1.4 G-Master呢 就小巧非常非常多了 在F1.4的时候应该是所有的这个35定交里面 好吧 是所有的目前所有的卡口里面 锐度最好 我甚至把这支镜头的这个光圈全卡的表现 跟我现在在使用的这个试马的40 F1.4 Art 好吧 进行了一下对比 就尽管它们不是完全相同的焦段 但差别不大的 经过对比以后 我觉得好吧 35 F1.4 G-Master依然有着好吧 轻微的优势 那这个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 因为试马40 F1.4 Art呢 在我之前的测试当中 是所有的单反镜头里面的锐度最高的 就是它可能跟蔡司的是差不多 但蔡司因为是手动镜头 而试马的这支40 F1.4 Art呢 就是是所有的这个自动对焦的单反镜头里面 画质最好的 就锐度最高的 而这支小巧的价格也不算离谱的35 F1.4 G-Master呢 好吧 在锐度上面都超过了巨大无比的40 F1.4 Art 所以就可以看到这个锐度到底有多高了 那不出意外呢 这支镜头应该是所有的这个35这个焦段里面 锐度最好的 自动对焦镜头当然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自动对焦表现如何了 那这支镜头自动对焦表现超好 好吧 基本上是无可挑剔 对焦超级快 不管是拍照还是拍视频 又快又准 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它的虚化也蛮好看的 好吧 这个虚化这东西也很难量化 但我觉得从照片里应该可以看到 就是我觉得虚化的品质看上去是不错的 虚化来说我觉得挺好看 特别好看 但是就是它的光斑也不是那么的圆 不是百分之百完全圆的 那炫光方面 我觉得控制也特别特别好 好吧 有一些轻微的这个炫光在里面 但是对你的照片应该理论上不会形成任何的影响 那我觉得这个控制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最后再说一下这个最近对焦距离 算是不公不过吧 它没有一些什么微距的功能 但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糟糕 就是普通的这种三五定焦的这个表现 好吧 那总体来说 我觉得就是锐度上面让我觉得非常非常震惊 那对焦方面让我觉得无可挑剔 所以就是好吧 以这个价位来说 我觉得能有这么一只镜头 而且体积跟重量控制的如此小巧 就是好吧 售价还是如此的正常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只三五 如果你是三五的热衷的就是这种发烧友 或者职业摄影师的话 这只三五应该是目前市面上 我觉得你能买到的最好的三五了 而且它定价 老实说真的是蛮公道的 好吧 虽然它不是世界上最便宜的 但是以一万块钱左右的这个定价来说 我觉得OK 好吧 那如果你要是对索尼刚刚发布的这个50F1.2G Master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好吧 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那相信我在不久的将来 等50F1.2G Master上市以后呢 我也会跟大家详细的测试一下 因为好吧 热衷于50的我 这只50F1.2G Master 我是肯定不能错过的 好吧 那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些帮助 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用的话呢 转发频里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关注我的微博 微博名字叫西区贵卫 然后follow Instagram 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